视频开始之前先来调查一下各位观众 这次618你们花了多少钱呢 哈喽大家我是山水 欢迎收看新一些视频 那刚刚过去的这个618 差不多是为期一个月618 不知道大家买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这次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消费一下 我必须要买了硬盘啊 然后就是现在我身边旁边堆着的这一堆书 如果你们着急知道我买的是哪些书的话 你们可以暂停看一下这些书的这个标题 那这一堆书呢 即使是打折之后 花了我差不多也是小两天块 别说这个书还是挺贵的 但我个人觉得买书还是很值好吧 丰富自己也丰富知识对吧 至于服装方面呢 我不知道大家买了多少 但我这是感觉618折扣不怎么给力 就真的没有在淘宝天包上面入什么单品 但是呢我这次还是基本上给自己从上到下置办了一套 那这期要跟大家分享的五件单品呢 包含大家夏天最常用的帽子 T恤 配饰 裤子 还有小包 五件单品呢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日本品牌 都是从ZOZO这个APP上面海淘入手的 接下来就进入单品推荐环节 那每件单品还是一样 大家可以给一个1到10分的打分 那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就是我的本体帽子 那很多观众都催我出帽子的视频 那合集视频大家先等一等 先给大家推荐这样一笔帽子 来自一个日本品牌叫做Honitom Honitom这个牌子呢是一个日本高级手工帽品牌 那虽然它定位比较高级 但我个人觉得它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帽子方面其实是比较捨得花钱 因为我个人觉得帽子对于我来说本体嘛 真的是捨得花钱 但这样已经手工制的帽子它优惠钱的价格是397 而且是包油包碎这样一个价格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一个价格怎么样 但我个人觉得拿到手之后是物有所持 甚至有一点物超所持的 首先它这个面料真的很不错 比较轻薄也比较透气 夏天戴的话肯定也不会觉得热 整个就是一个拼色五片帽或者说露营帽的感觉 虽然它整个帽子没有任何的logo 但其实是挺有细节的 首先是在帽子的一侧有这样几条线的细节 那我有看这个牌子其他款式的帽子 它很多款式的帽子上面都是有这样几条线的细节 我也不知道这样几条线它想代表什么 但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品牌标识 那也有可能是想透出来 它是一个手工制帽子这样一种元素 然后在帽子两侧的半腰处都是有这样透气口的设计 其实我买的时候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我喜欢的五片帽 帽型 并且它这个浅净率和深净率的拼色我很喜欢 但有一点是我收到之后才发现的细节就是 它这个帽岩里面居然是有埋金属线的 也就是说其实你想把它变成平岩 它也能做成平岩 你想把它变成蜿蜒 它也能变成蜿蜒 如果你两种都不喜欢 它甚至还可以往上翻 就是它可以停在任何一个角度 这个往上翻的戴法 现在好像是挺流行的 但我个人这么戴好像是有点寒 不过稍微往上微微卷一点 好像又还可以 不知道大家如果拿到这顶帽子 你们会怎么样去戴它 也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戴这顶帽子的效果 难不知大家能给这顶帽子打几分呢 第二件是一件来自Coin的海军蓝色基础短袖 这一件我觉得真的是超值 Coin这个品牌 其实是United Aeros的一个旗下品牌 但相对于United Aeros来说 它真的就显得非常非常平价 我买了这件T包油包碎到手 也就是100出头价格 而且这个牌子其实在日本年轻人之中 也是很有人气的一个牌子 大家看这个樱花应该也能大概感觉出来 它这个品牌其实是一个比较偏美式休闲的风格 那这也是我平常穿的比较多的一种风格 顺带多嘴一句 不知道现在看视频的有没有女观众 有没有我都说一下吧 反正Coin这个牌子 其实它女装要比男装还要再火一点 所以有女观众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Coin这个牌子 其实它女装也做得非常不错 这件T的面料是用的比较厚实的唇棉 上手就知道它算是客树比较重的T恤了 版线方面我觉得它衣裳是比较合适的 虽然我选的是一个XL 但上身不会显得太长 而且在下摆处它用的是这种螺纹的设计 这种设计不管是在质感还是实穿性上 我觉得都是一个加分项 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美式休闲的风格的话 我觉得这件T在100多的价格真的是挑补出什么毛病 而且本身海军蓝色也是一个非常好搭配的颜色 像我刚才讲到这样一顶均绿色的五片帽 其实搭配上也是非常合适的 至于打分我不知道你们给多少分 我觉得100多这件T真的可以直接冲 好吧直接冲 第三件就要聊配饰了 不过在这里先调查一下 有多少观众能接受夏天叠穿 可能大部分人夏天觉得叠穿太热 可能就会穿一些短袖衬衫或者马甲来做一下层次 但如果你实在怕热的观众 我觉得可能你也只能靠带一条项链 你总不会带一条项链都能热吧 我这次要推荐的其实就是我现在已经戴上这条项链 坦白来说一直有很多观众让我推荐一些评价的配饰品牌 但是真的我觉得好多就是我觉得比较不错的配饰品牌 它一条项链大部分都是去到500以上的价格了 且不说像Golos这种品牌 随便一条羽毛就是五位数的价格 那我这次推荐的这条项链呢 其实它还算是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平价了 也就是200多不到300的一个价格 而且它其实来自一个我觉得还算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 也就是Nano Universe 那这个品牌我不知道看视频的观众有多少知道 但我估计大家知道这个品牌 了解这个品牌 可能最开始都是从它跟金工的一些合作款开始的 它其实有跟金工合作过非常多款手表 特别是今年三月份发布的一款祭祀款呢 其实是真的有点平民版Daytona的味道 而且当时那款手表呢 其实就是在日本版的ZOZO上面发售的 至于我入手的这条项链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小也比较百搭的款式 那如果大家就没有想好自己要买一条什么样的项链的话 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小的项链是很保险的一个选择 这条项链的造型呢 我觉得就是很符合Nano Universe这个品牌的名字 它就是有一种小心球的感觉 中间的部分呢 其实是马老才是配合上电镀的颜色 除了我手上这款银色呢 它其实还有几款不同颜色选择 翻到背面呢 它用的是一个扁平的蓝色 那这条项链呢 其实你是可以两面戴的 这里说Nano Universe 其实稍微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日本的这个买手店的文化 那其实像中国我们听到买手店这样词汇呢 其实中国很多买手店都是一些比较吵价款 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加价去售卖 但对于日本的买手店呢 其实大部分品牌都整合的比较好 而且也很少会有加价情况出现 那Nano Universe呢 其实还有很多款式的平价项链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很多款式比我带的这款还要便宜 第四件是一件拼色短裤 那这一件也可以说 是我这次一个逃货的惊喜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拼色设计 你们先打个分吧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这款裤子的颜色的 那这条裤子的品牌呢 其实是叫做Gym Master 那它其实是1961年 在加拿大创立的一个品牌 再之后因为比较和日本人口味 也是有日本公司 把这个品牌买了下来 Gym Master整个品牌的风格呢 其实算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山系 outdoor这种风格 那它也非常多的去运用这样拼色设计 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说白了 我也是个拼色怪的 我超级超级喜欢拼色的单品 那这条裤子 如大家所见的 它其实就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蓝色 来做拼色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两侧这种弧形的口袋 也是非常非常大容量的 这种两层的口袋 裤子背面呢 也是有两口袋 而且所有五金件呢 也全部都是用品牌logo定制的五金件 整条裤子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挺优秀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上升效果 不知道你们会给这条短裤打几分呢 刚才介绍的四天呢 其实价格都在500块钱以内 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 就是我这次花的最大的一笔 就是这个来自Masterpiece的胯包 你们喜欢吗 你们喜欢吗 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喜欢这个包 你们看这个颜色就懂了好吧 这个颜色就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黄蓝绿的拼色 先演示一下我这个激动的心情 跟你们聊一下Masterpiece这个品牌好吧 不过我觉得这个品牌不需要太多的科普 Masterpiece这个品牌绝对算是日本非常一流的制包的品牌 那它其实是在1994年的时候在日本大阪成立 而且它们一直是坚持在日本自设工厂 而且全部都是在日本生产 在设计方面呢 它们很强调机能性 但是我觉得它们外观设计也做的是非常出色 我觉得这样一款包的外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用料方面呢 像它外面的大拉链 还有包括里层的拉链 还有包括这个挂扣呢 全部都是定制的YKK 在拉链头上呢 也是有写MSPZ 也就是Masterpiece这个品牌的缩鞋 整体选用面料呢 也是具有一定防水性的面料 虽然它体积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把它外层的口袋展开 其实里面也是能放不少的东西了 但是我就不建议大家往这里面塞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款包真的是这样薄薄的样子 会比较好看一些 价格方面的话 这款包包邮包税到手是700多 而且这是没有算优惠圈的价格 这个价格我对比过淘宝上面的日本代购 真的是比那些代购还有优势 其实Masterpiece也不光出这种胯包 像双肩包啊 各种情绪罐状包 其实它都有出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Masterpiece这个品牌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绝对是属于质量跟设计都是非常过关的品牌 最后也是把这五件单品搭成一套 给大家看看上升效果 OK看完以上五件单品 不知道大家会最喜欢哪一件 那我个人其实在这一次的购物过程中 除了Nano Reverse还有Masterpiece 是我之前就知道的品牌的话 另外三个品牌其实都是在我这次逛的时候才发现的 这就有点像我之前去日本逛买手电的感觉 不管是像逛Beams还是United Aeros 但是我对比过后其实发现 其实在ZOZO上面有很多品牌 相对来说比我在日本的感觉 真的是性价比较高很多 而且我当时逛的时候记得基本上他们都要求 消费到一定金额才可以退税 所以我当时去日本基本上大部分消费都是交给鼓琢店了 但像ZOZO这个APP它基本上涵盖了你在日本逛Beams United Aeros这种买手电涵盖到的品牌 而且它直游过来包油包税 价格还更加有优势 重中之重是你现在就算想去日本消费 你也去不了对吧 顺带一提其实它包装也做的比较不错 像我这次其实是从五个店铺买回来的单品 那它其实有装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防身袋里面 只有速度也是比较快 我大概从下单到收到货应该是不超过一周 可能就是五天左右就能收到了 加上你又不用像海淘那样用信用卡 直接用支付宝就能付款 所以基本上和贯国内电商没什么太大区别 还有一个跟消费无关的功能可以推荐 就它上面其实有一个穿搭板块 那也是涵盖到像BeamsUnited Aeros 这些店铺的做一些穿搭示范 那这些穿搭示范一般都是会选他们一些店铺的电源 或者是跟这些店铺比较契合一些素人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下载下来参考一下他们的穿搭 因为日系的穿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的 OK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服饰穿搭球鞋类的分享视频的话 都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点赞投币收藏 转发这期视频 告诉你的朋友 现在我们不用出门不用去日本 我们也能在家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日本品牌的产品 最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新浪微博 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